又出了牙齿的脏痛 上下肚子 又看到氣球了 氣球在慢慢跑 但氣球在慢慢跑的時候 它還在吸引著我們的助力 像一個繩子 就像一個繩子咬在我們牙齒上 要把牙齦拉上 為什麼? 這個人也說不清這是什麼心理 反正氣球走了 但是人故意好像不讓它走 用牙齒咬住它的線 我們最好把它剪掉 並有它 為什麼? 那個會累的人 那個不好的人 那個會累的 你關注了太多的話 它就要跟你坑帽子 關鍵 關鍵是要看這是誰的氣球 能不能進這些人家看 因為有的國家的人 有的國家 你可以看 但有的國家不行 它看著會耐上你的 會耐上你的 所以 所以 這個 最好 不要照顧它 這個最好 不要照顧它 最好 這個最好不要照顧它 這個氣球 最好不要照顧它 免得被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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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要盡快地 把關注點 從那個氣球上轉開 你說這個東西 說技術含量吧 也沒有 說有獨大用處吧 也沒有 但是這個周遙故事 這個周遙故事 這個周遙故事 這個周遙故事的話 確實把人的助力吸引過去了 在關注文件 後續的反應 正是有點疑忍 從那國際觀念背道而馳 所以 又引起人們的好奇和嘲笑 但是 那個地方 不是按常理出牌的 所以大家盡快地 從 周遙故事 從那邊轉移 所以 不要多關注它了 如果 實實地咬住這個聲音 不放的話 最好把人也吐進去了 把人也吐進去了 是這個 這麼一個情況 好 知道了 好 再見 再見